我夫妻在打小米 因为他要拿给很多的人吃 学童解说自己绘画的内容 呈现部落传统生活文化 这次在我的部落我最绘绘画比赛中 12幅得奖作品里 大鸟国小学童就仗了六件 表现可圈可点 学童也展现满满艺术创意与想象力 我把绳子像成百步蛇 想和百步蛇一起在大自然中玩耍 还有我的宠物猫咪 我觉得很开心 走进大鸟国小 其实就可以看到 走完两边画满孩子的图画 不能看出他们对于绘画拥有丰富能量 并透过绘画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 与文化内涵 像是琉璃珠 青铜刀 还有百步蛇 百荷花 桃墨 长老的头饰 这让你更加认识 对 透过这个绘画的活动 同时小朋友也更认识我们的部落 更认同我们的排玩族文化 其实我们更想要培养小朋友的 就是说对人的一个人文 可以对人文关怀 以及增进他的一个美感的素养 或是美感的欣赏力 绘画不仅让孩子发挥创意 从中认识自我 更借由比赛增加自信心 借由这次绘画比赛 也让大众看见大鸟国小学统的艺术天赋 以及在地波落文化 原始新闻物质 台湾大午三晚报道